男人拼凑一堆废弃的报纸 就能在银行换取百万现金 只需将塑料飞机泡满整个浴缸 然后用镊子把标签贴在支票上 将上面的金钱改成自己想要的数量 最后加在圣经里面用尽全力按压三下 一张价值百万美元的现金支票就此诞生 这个男人就是美国史上最厉害的骗子 仅靠一套飞行员的工装 就能免费飞行300多万公里高达26个国家 他假扮医生就能当上科室主管 他冒充律师就能当上州计首席检察官副手 年仅17岁他就能从银行骗取高达数千万 年纪轻轻就成了全球头号通缉犯 如果想知道这么一个顶级骗子究竟是如何练成的 那不妨先看一下他是如何被生活欺骗到体无完肤 弗兰克原本是一名妥妥的富二代 父亲也是个当地有名的企业家 一家三口住在豪宅里面看似幸福美满 直到有天弗兰克发现身边这一切全都是假的 由于父亲的生意即将破产 家里的车子也被银行没收 他们不得不搬出住了多年的大别墅 换成一间又老又旧的小公寓 母亲无法接受生活的巨大落差 转身和有钱的律师越走越近 弗兰克也被迫从贵族学校转到了当地一所普通高中 原本西装革履的校服此时也变得有些格格不入 谁知入校学习的第一天 他就被蛮横校把当场欺负 对方嘲笑他穿得就像个代克老师 这也让弗兰克的内心非常不服 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转身在黑板上用力写下自己的大名 这一幕让校爸瞬间傻了脸 眼看有些学生依旧不相信 他当即对着全班大声吼道 他严厉的样子当场唬住了全班同学 此时再也没有任何人敢质疑他的身份 不仅如此 弗兰克还将校爸拉上讲台 让他面对全班同学当众出丑 就算真正的代克老师及时打来 他也同样镇定自若地把他赶走 当学校领导发现踏实 弗兰克已经教了班级整整一周 甚至在此期间还开了个家长会 校长本想让父母对他加强管教 可他却仍然没有丝毫悔意 殊不知接下来的变故很快就让他再也笑不出来 由于母亲早已对破产的父亲失望已久 生活的压力不得不让他们选择就此灵魂 而弗兰克的归属也让他陷入了两难的抉择 无法接受现实的他当即离家出走 但出门在外 没钱的生活那可真是寸步难行 无奈之下他只能掏出父亲送给他的支票本 用小刀刮掉上面的出生年份 将自己的年龄改大了十岁 然后从报纸上剪下一个虚拟名字 把他贴在那张伪造的支票上 可这种拙劣的伪造技巧再加上他穷酸的模样 任何一个银行都能将他的假货轻松识破 无论用各种奇怪的理由 还是装作重病恳求 对方始终就只有一句话 就在弗兰克以为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 一个飞行员瞬间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来那个时代的飞行员是社会生育最高端的职业 身边不仅有美女环绕 甚至有孩子会主动追上钱去要他们签名 好像所有人都为他们而感到骄傲 这也让一旁穷酸的弗兰克好生羡慕 于是他当即做出一个大胆的绝点 弗兰克伪装成一名在校大学生 他挂着相机大摇大摆的采访航空公司资深领导 从对方口中套出很多关键信息 还以纪念的名义从对方手里拿到一张早已过期的飞行指照 然后装作一名丢失制服的飞行员 成功让他们为自己量身定制一套飞行服 弗兰克利用自己超强的心理素质 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年轻有为的飞行员 面对着街上行人羡慕的眼光 他也成功变为自己理想中的那个模样 弗兰克借助飞行员的身份 随意在各大银行兑换手中的假货支票 就连银行经理也毫不质疑地向他疯狂示好 直到有天弗兰克发现了航空公司的重大漏洞 那就是个人支票最多只能兑换一百美元 而作为飞行员的薪资支票居然能够兑换更多的钱 因为不会有人去质疑飞行员这种高薪职业的铁饭碗 从这一刻开始 一个疯狂的计划在弗兰克脑中开始酝酿 随着他伪造支票的技术慢慢成熟 他开始钻研伪造航空公司的薪资支票 扑兰克批量购买很多飞机模型 他将航空公司的标签贴在精心制作的支票上 为了还原真实支票的可信度 每张支票他都会夹在厚厚的书里将它挤压成型 然后规规矩矩地摆在地毯上将其晾干 正如他想象的那样 每次兑换都会有不小的收获 然而随着他的片数不断提升 这座小小的城市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 当有天他发现这身制服能免费搭载顺风机的时候 那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虽然他对飞行员的工作流程轻车熟路 但却对飞机的硬件设施一无所知 任谁都想象不到 一个看似年轻帅气的副机长 竟然是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 从这天开始 弗兰克在航空公司彻底上了岛 他专挑银行里漂亮的傻白天入手 对方不仅带他参观银行内部 甚至还亲手教他如何操作支票打印机 依靠这些银行内部知识 弗兰克告假拍下一台银行淘汰的支票专用打印机 他所造出的支票也越来越逼真 就连银行柜台识别机都验不出他的假支票 再利用飞行员顺风机的福利在全国疯狂套险 不到半年的功夫 他就非法获利上百万美金 随着他的金额越来越大 心态也开始越来越飘 弗兰克随意出手就给父亲买下一台豪车 而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警员阿丹的注意 他随着假支票的地址摸到了弗兰克的住所 直接提枪冲进了房间 本以为这次是在地址 但可惜他并不知道对方长相 弗兰克轻松淡定地走出卫生间 面对警员的持枪质问 他依旧从容不迫地给阿甘介绍现场情况 看着对方依旧不幸大吼大叫 他的言行举止无时无刻在向阿甘传递一个虚假信息 自己也是警察 自己也是来抓人的 阿甘要求查看证件 弗兰克神态自然地将整个皮夹都塞给他 眼看阿甘真的要查看时 弗兰克赶紧将注意力转向窗外 他声称那个邻居就是他的搭档 说着还向对方打了个招呼 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让阿甘彻底打消了一律 弗兰克趁机以收集物证为由 带走了他的造假工具 等阿甘反应过来却为时已晚 那个鼓鼓的钱包里面放的全都是各类商标志 就连一个身份证明文件都没有 他这才知道是自己亲手放走了美国最厉害的骗子 真是万万没想到 当了几十年的警察居然被人当猴子耍 阿甘当即发誓一定要将这个骗子绳之以法 可现在他手中唯一的线索就只有一个名字 巴里艾伦 要知道仅靠一个名字去抓捕罪犯那简直如同大海捞针 正当他毫无思绪的时候却无意间被服务员提醒 原来巴里艾伦这个名字就是漫画书里的闪电侠 阿甘这才知道自己再次被耍 但这也充分证明了罪犯的实际年龄应该不大 因为只有孩子才会喜欢去看漫画 于是他将搜索范围缩小到离家出走的少年 经过上百家的户口调查 阿甘最终将目标锁定到了弗兰克的母亲 当他在纪念册上看到那熟悉面孔的时候 仿佛这一切全都真相大白 真是万万没想到 把他们当猴耍的罪犯竟然只是个17岁的叛逆少年 母亲本以为自己生活不错就能为儿子还清所有欠款 可他还是低估了儿子的能力 这件事情很快就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而这也让航空公司主管感到非常烦恼 他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 那个被报纸上称之为空中007的天才少年 此时就坐在他的眼前 殊不知007这个称号也让弗兰克感到无比骄傲 当天晚上他就独自赶往影院仔细观察007的一举一动 然后为自己定制了007的同款西装 还有必不可缺少的007同款跑车 高档的服装和英俊的外表下让他艳遇不断 你以为有钱后的弗兰克就真的快乐吗 其实上去恰恰相反 平安夜这天他打电话给阿丹 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没被抓到 而是诚恳地向对方道歉 甚至就连自己的住址和下一步计划全都讲给了阿丹 从这里能看出弗兰克的内心深处非常孤独 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更没有家 你没有打电话只是对不起 你没有打电话 你没有打电话 阿丹这句话彻底刺痛了弗兰克的内心 因为自从有钱之后的他不止一次回家看望父亲 原本他以为父母离婚仅仅只是因为钱 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撮合一家人再次团聚 他想要重新获得家庭的温暖 但实际却早已误实人非 母亲早已敢嫁他人 父亲也被政府限制消费成了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弗兰克想拿钱帮父亲还账 可骄傲了一辈子的父亲仍然放不下他最在乎的那些体面 如今本应该在家里团圆的圣诞节 自己却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 从这天开始弗兰克决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他隐姓埋名躲到了亚特兰大 内心空虚的他每天都会叫社会上的朋友来家里开派对 本以为快乐的生活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可万万没想到一个医院的护士竟然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看着他可爱单纯的样子 弗兰克真的非常喜欢 他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那就是给自己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他剪下一枚哈佛校徽 在背面涂满胶水 用专业的字体涂上一个虚假的名字 最后再打上一枚同意 一份哈佛大学高材上的毕业证书就做好了 他以哈佛医学院第一名的身份 轻松应聘到了儿科主任医师的工作岗位 院长不仅为他分配了六名实习医生 还让他亲自挑选二十名漂亮护士 这里面就有弗兰克最喜欢的布兰达 要知道作为医生没有真本是那可是不行的 弗兰克白天待在家里观看医学电影纪录片 晚上就来医院里献血献卖 这天晚上医院来了急诊 是一个男孩骑自行车摔断了腿 实习医生不敢自作主张 可作为主治医生的弗兰克更是一窍不通 他假装淡定地问向一旁刚毕业的实习医生 这种情况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将问题又抛给了另一个人 表面上看起来弗兰克十分淡定 可实际上他却强忍难受跑到卫生间吐了起来 看来自己是真的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于是弗兰克决定再换个职业 当他得知布兰达父亲是一名德高望重的律师时 他再次蒙出一个新的想法 为了能让对方答应他们二人的婚事 弗兰克声称自己在大学拿到了医学法学双学位 而这些谎言很快就被老律师看穿 因为刚刚他随口说自己毕业于伯克利大学法律系 巧的是老律师也刚好是那个学校毕业的 大学?大学?大学?大学者? 另一位 fish 大学你发18率 ' 老律师对眼前这个诚恳的男孩非常认可 并且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 弗兰克也没有让他失望 仅仅用了两个礼拜他就通过了司法考试 从这天开始他将弗兰克当做儿子一样看待 还帮助他成为了那个州里首席检察官的助理 就在弗兰克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归宿的时候 意外却再次出现 这天晚上是平安夜 他按照惯例给阿甘波去电话 这次弗兰克希望对方能放过他 因为自己早已洗手不干 并且已经找到真爱马上结婚 然而他低估了阿甘对工作的执着 他以最近结婚登记的年轻人作为突破口 并且在弗兰克结婚当天来到了婚礼现场 警惕的弗兰克当即嗅到危险 他赶紧冲进房间收拾行李 然后拿出了满满的两箱钱 他想带着布兰达远走高飞 可现在时间紧迫 他来不及和妻子解释 说如果真的爱自己 那么两天后的早上是点在机场外面碰头 殊不知真的到了约定时间 眼看妻子就在眼前 他满心欢喜地想上前迎接 可敏锐的直觉却让他发现了身边的异常 原来他们早已在迈阿密机场布置了一级警戒 如今要想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脱 那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弗兰克伤心地捂住了脑袋 真是没想到好不容易付出了真心 如今却被妻子出卖 殊不知这种围捕对于弗兰克而言 那简直就如同摆上 他重新穿上了飞行员制服 然后在大学里公开招聘美女空姐 得到机会的人将和他一起免费欧洲十日游 如果低调会被警方抓到 那干脆就高调地放手一搏 一群美女将他团团围住走进机场 所有人都不会想到 一个通缉犯竟然能以这种方式 大摇大摆地逃脱自己的追 不仅如此 弗兰克还雇佣一个身穿耀眼西装的家伙扮成自己 目的就是为了吸引阿甘的注意 在众目睽睽之下来了一招调虎离山之际 等阿甘发现在次上当受骗的时候 他早已远走高飞 再次失去亲人的弗兰克已经彻底失去理智 他疯狂地乘坐免费航班在世界各地兑换支票 被很多国家列为头号通缉犯 直到七个月后 此时他所做的支票已经和真的一模一样 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银行全都无法识别 就算是专业造币厂的老师傅 都感叹这张支票的制作工艺堪称完美 全世界没几个人拥有这种技术 除非是他能拥有一台稀有的老实支票印刷机 而那台重达两吨的机器 目前就在法国的一处小村庄 这个村庄就是当年弗兰克的父母相遇时的地方 当阿甘打开工厂大门的时候 里面的机器正在疯狂运转 再次见到阿甘的弗兰克就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一样十分激动 他并没有就此逃走 因为这些年来他独自一人实在太孤单了 亲人的背叛 妻子的背叛 唯独阿甘像个老朋友一样从头到尾都在默默地关注着他 虽然两人一个是警 一个是贼 但这几年的斗智斗勇也让二人开始惺惺相惜 阿甘劝弗兰克收手 他说外面全都是警察 如果还要继续逃走的话 只会被仇恨他的士兵乱枪打死 看着阿甘严肃认真的样子 弗兰克还是主动戴上手铐选择自首 然而当他们走出大门的时候才发现 外面空荡荡的就连一个警察都没有 难道只会骗人的弗兰克今天也被人骗了吗 很明显并不是 阿甘和他刚好相反 他是一辈子尽职尽责从来都不曾说谎的那个人 法国警方将弗兰克当场逮捕 此时此刻他听到唯一值得欣慰的 那就是阿甘向他承诺一定会想办法把他带回美国 四年过后 阿甘信手承诺终于搞定了引渡手续将他引渡回国 现在弗兰克唯一的请求 那就是希望能在下飞机的时候 允许自己给父亲打个电话报平安 可得到的答案却是 父亲在他消失的这段时间里已经离世 一时无法接受现实的弗兰克冲进洗手间 一直坚强的他再也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直到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 他们几个才发现异常 当阿甘托窗而入 这才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看到地上的螺丝他才明白过来 弗兰克早已从马桶背后的缝隙逃了出去 飞机还未停止 他就稳稳地跳到地面 这一次他并没有选择远走高飞 而是来到了母亲的家门外 他透过窗户看到里面的母亲 已经和别人重新组建了家庭 这种幸福的模样 是弗兰克这么多年一直所追求的 也许这辈子永远都不可能再实现了 警察很快地赶到了这里 这一次他主动地走上警车 他再也不想面对残酷的现实 这次他被判处12年的有期徒刑 但他的传奇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由于弗兰克对于伪造支票的深刻理解 在服刑期间 他曾经多次帮助阿甘破获金融诈骗案 他甚至能够凭借一张假支票 直接指出罪犯就是银行内部的处难员 并且给阿甘讲出他的推理和假支票的漏洞细节 没过多久 他们就给了弗兰克一份证金工作 他也从一个犯人摇身一变成为了反金融诈骗专家 这就像是一个昔日的超级大骗子转行 当了名侦探柯男一样 也许是每天枯燥乏味的工作 让弗兰克再次有了跑路的想法 他直接将自己的犯罪资料从记录册中彻底抹除 接着他再次假装飞行员准备跑路 可万万没想到阿甘似乎看穿了他的一切 阿甘告诉弗兰克 如果你再次走上老路 那么你就真的不会再有翻身之日 只有在警局工作才是最安全的 如果你不想一辈子活在谎言和孤独的生活中 我希望能在周一的上班时间看到你 阿甘并没有将弗兰克抓回去 而是信任地由他回去想清楚 好在弗兰克并没有让他失望 第二天他再次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阿甘一直非常好奇弗兰克到底是怎样通过司法考试的 而他的答案则是没有作弊 两周之内他将整本书给背了下来 所以说无论你再怎么聪明 也必须要好好学习